本章分享的是判别分析的几个思考 各位在了解判别分析之前 一定要先了解几件事情 也就是说下面讲的这六件事情 第一个各位要知道 你所选取的每一个变数都要有所本 那可能它的本的来源是来自于理论 来自于经验 来自于专家的讲法 或者是一些过去的验证 也就是说你的变数要有所本 但是其实我们在做判别分析的时候 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变数太多的问题 那变数太多的话 我们就要压缩变数 那我们就是有所谓的因数分析 然后再来变数跟变数之间 或者我们今天讲因数 是不是有所谓它的贡献度问题 所以有贡献度 就是没有贡献度的因数或变数 我们就把它删除 那变数本身是会有先后的问题 那变数也有所谓的层级跟相关的问题 有时候你常发现有的人在讲话的时候 讲不清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在讲述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那个层级是拉不清楚 也就是说A四项 假设对件事情的影响有ABC三个四项 然后A的部分它讲的最上一级 B的部分讲的是2-1 2跟2是4 C的部分讲的是3-1-1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层级上不一样 你要嘛就讲ABC 要嘛讲A1 A2 B1 B2 C1 C2 当你的层级跟相关的时候 没有理定很清楚的时候 通常这人讲话的时候 就会比较让人家感觉无所适从 然后第六项的部分讲的是 变数缩减压缩跟潜在结构的问题 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在了解 鉴别分析 我们讲判别分析的时候 各位要知道 基本上判别分析大部分也是分群 对不对 但它基本上是分两群 然后在这之前有一个叫逐步区别分析 它的目的在哪里 它的目的就是在过滤一些无效的变数 逐步区别分析的效果 然后判别分析的时候 因为它有一个Y 也就是说我们本身 从过去资料的时候 我们会有已经有分群了 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一群客户是导过账的 或这一群客户不是导过账的 没导账的 或者说我们分两群 会被抢的银行 或者不会被抢的银行 我们讲说过去事实上已经发生了 然后把它的因素罗列出来的时候 我们试图去找出一个 它会被抢的理由跟原因 所以它跟集群分析一个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 集群分析它是没有Y的 也就是说它没有Y等于FX的这个Y的左边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派的说法 另外一派的说法很习惯 它认为说 那除了我们今天讲 判别分析跟集群分析可以分群以外 有没有其他的因素是可以分群的 其实有 也有人用组成分 就将它把所有的变数压缩成百分等位之后 然后试着去找高中低 这样去给它分群 也有人用这种做法 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在 其实各位跑程式跑久了 假设你跑SARS或少跑SPSS 你在分群的时候 假设我们讲分群的基数大概都是有345 对不对 两群太少 那6群又太复杂 大概就345 很容易他们的做法就是 就是三分一次 四分一次 五分一次 那同样如果说我们以三群来讲 我们讲四个因素来分三群的话 大多数你要去资料跑久 你就会发现大部分都是 两高两低 就是说 就是要码就第一群就是一二高 第二群就是三次高 再来第三群大概就是一二三次都低的 其他资料本身它会有个属性 在分类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构跟想法 所以说各位在读判别分析的时候 各位相关的多变量 其他多变量工具 你也要非常熟悉 你才有办法很清楚的掌握一些研究要点 才不会像有的人讲说 很奇怪有人在跑统计资料 到跑统计 跑多变量分析的才去想问卷结构 那这种是很奇怪的事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其实你今天在跑统计资料之前 你在问卷试据之前 你其实就已经考量到 你要做出什么样的结果 那做出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讲要去验证什么样的结果 那时候你的那些关系都已经很肯定了 就好像我们今天一个人 我们今天在看问卷 其实我们在看问卷 你看问卷都是一题一题一题 可是我们看不是这样 像我们很熟悉的 我们看问卷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几题是一群的 它在衡量态度 这几题是一群的 它在衡量效果 所以它其实就是要研究 什么态度会产生什么效果 或者什么样的人 透过什么态度产生什么 什么效果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看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变数关系 我们看的是整个研究的结构 所以一般人在看问卷的时候 看到的是题项 我们看到的是结构 我们看到的是结构 跟所可以应用的统计方法 所以同样的 你今天在做多变量分析 它的重点 就是说 你今天在考量的时候 你一定是 不仅要考虑到问卷 考虑到多变量方法 到最后 也是要能够实际作为 不会说 你今天要跑统计的时候 发现之前的资料格式不对 那是一件还蛮奇怪的事情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铭 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 谢谢 谢谢